台北市长蒋万与伟营科技董事长红利令 及伟创之通总经理林建勋分别完成签约 这两家公司标的内湖台北段五小段六笔 四有地地上权 预估六年内将带来3500个工作机会 创造出高达8000亿的产值 我想未来包括伟营伟创他们进驻 可以带来3500工作机会 以及创造非常高的产值 预估有8000亿 那我们当然也会引进相关包括AI各项的科技 我想这里不只带动整体城市的繁荣 地方的发展创造机会机会 这都是我们非常乐见 所以不只是今天的微影伟创 包括大家很关注 辉达AMD或Supermicro等这些 不管是国内国外的科技大厂 或是民间优秀的企业 我们都大力的欢迎他们来投资台北 而且创造更多的机会提升整体的经济发展 长期耕耘云端资料中心 IT基础设备的伟营科技计划在该笔土地 新建总部大楼 联罕34AI的伟营董事长洪立令 以梦想成真形容标刀这块土地的心情 希望在优质的内科园区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这一次在内湖的投资 是我们第一次把钱投在总部大楼 这也是我个人的心愿 因为我看过我们在马西亚工厂 盖得这样好美 种了好多树 我很感叹我台北的同仁没有一个家 那12年过来 我们的也随着生意的成长 我们营运的扩张 我们的人头数从初期100个人 现在大概台北办公区有1500人上下 那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 把算在各建筑物里的各楼层的同仁跟实验室 全部集合起来在一个地方 我期待也给同仁一个比较更好的 优质的工作环境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家 那我们当然要特别谢谢台北市府的团队 你们的策划 让我们有机会进入这么优质的内湖科技园区 那我想优质科学 内湖科技园区 及这个产业链 产业区块 能够让我们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才来这里上班 我们当然也会携手伪创 大家一起在 现在最红的字一定要讲 讲三次 AI 这个AI上面我们会发展更强大的算力 还有更好的冷却跟散热 因为我想省电也是大家共同的命题 2021年才取得内湖究中段 台北市数位内容新创中心BOT案 代工大厂伪创旗下伪创之通 这次标下同样位于内湖台北段的土地 将新建绿建筑及智慧及企业大楼等 希望两强合作打造内湖成为AI产业科技郎带 我常常会说我们运气很好 这次在这个刚刚那个红董事长讲的 AI 讲三次 我们在AI的事业上算是在前段班 那我们在前段班 所以这个我们的共同俊 我跟红董事长 共同俊就是希望能把台北市内湖区 打造成一个AI的一个廊道 我们会把我们的R&D 我们的实验室全部放在这边 我们对整个台北市内湖区的发展 我们充满信心 对于两强进驻内湖 是否会对当地交通造成更大的冲击 蒋万安以台数大楼进驻为例表示 将会积极与企业方沟通协调 让周遭交通的冲击降到最低 我们都一定会请 而且要求投资方 他提送的交通影响评估报告 进行详细的审查 包括他们未来的人流车流 对地方交通的冲击跟影响 以及他们将采行的各项管理措施 分流上下班等等 这些我们都一定严格的审查 而且一定要通过 未来我们一定是将 这边包括大内科远区 整体对于周边住户的交通冲击 可以讲较到最低 蒋万也在签约记者会上 透露一个好消息 今年5月台北市新生人数 创下近5年来同期新高 这显示台北市政府去年开始推出了 各项育儿友善措施及政策达到效果 未来除了大力发展科技 也将努力鼓励生育 希望让更多优秀年轻人才 愿意到台北市落地生根 我们今年5月台北市的新生人数 在近5年的同期创造了历史新高 这也是我们台北市 从去年开始 推动的各项育儿友善措施 以及政策达到的成果 我们会持续努力 我们除了大力的发展科技 我们也会努力的鼓励生育 希望我们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才 愿意来到台北市工作居住成家 让大家都能够在这座城市 创造并且实现无限的可能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